人世間很多事很難說 你覺得勞不可破的階級 會用一種你想像不到的方式瓦解 不能隔離在船上 清了這台磨豆機 SSP韓國的刀盤 這台磨豆機10年 然後我昨天晚上也訂了一個東西叫做 你要登記 然後又不能飛的話 我沒有什麼意願 10點13 比昨天早了 因為我在路上就把咖啡機開好了 今天我到辦公室 我看了一些新聞跟數字 我嚇一跳耶 我還記得我昨天有截圖 昨天好像是4萬5千多個確診案例 今天暴增到6萬 等於一天多1萬5 可能是有些數字沒有更新 一天更新上來 死亡人數已經到1300多 然後那日本的橫濱的鑽石公主號 還好今天沒有增加 還停在175 那我看新聞 我覺得我們台灣做得很好 但是因為很多外國人 都把台灣跟中國大陸綁在一起 像菲律賓說 禁止台灣人民眾到菲律賓旅行 或者是出差都不行 反正就是禁飛了 他們的官員問菲律賓的 好像類似衛生署長那種 問他是為什麼 為什麼進台灣 那新加坡好像四十幾地 那新加坡怎麼沒進 他打不出來 然後南韓 南韓也說台灣列為高風險區域 他把台灣跟大陸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自己很清楚 台灣是台灣 大陸是大陸 但是很多國外的人 看到你黃皮膚就是中國人 然後台灣ROC Repropriate of China 這以前我們大家有些人堅持 就是要掛鉤在一起 有時候真的人世間很多事很難說 你覺得勞不可破的階級 會用一種你想像不到的方式 瓦解 像有些人非常有錢 很了不起 在瘟疫當下 沒有人 能夠幸免 之前很多人投了很重比例 在大陸 這一次也長到痛苦 那究竟能不能挺得過去 不知道 我看今天的新聞是說 他們要復工 對台灣的人來講 當然你復工很好 但是背後會有隱憂 因為你一起上班之後 怎麼樣感染 不知道 搞不好到後來是整區滅團 隔離起來 病毒死光光之後才乾淨 大家都會感染 然後抵抗力好的人就下來了 然後剛剛那個先創有問我說 這兩天好像那個民航局有找 找業者跟相關人士去開會 針對331之後要實施的法規 有什麼意見 問我要不要去 我想了一下 我本來是想我要去 後來我想了一下 沒用了 我就跟他們表達我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限制太多 罰則太重 跟酒駕比起來 這是不符合比例 再來就是地方消極 那個民航局是推者 你通通推給地方去自己管理 其實地方是沒意見的 你知道嗎 你只要跟他講說 全台灣除了重要設施之外 限高 機場或什麼地方限制就好了 然後鼓勵大家去登記 但今天有網友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我覺得他講的也很有道理 搞不好他就是 針對法人 針對要去登記的人做管理就好 那你一般自然人覺得登記麻煩 或者是麻煩非你就不非 他們省事啊 否則他還去機查這些人 剛好最近在新冠肺炎 現在證明了 叫COVID-19 COVID-19 我昨天念不出來 晚上看新聞就有 他把幾個字母拼起來 最近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政府單位可能 也沒什麼心理了 反正我覺得 我昨天講的 如果是這樣限制的話 我去登記沒意義啊 你要我跑到外線日再去飛 我登記也有空到外線日再去飛 那我等要飛再登記就好 對不對 搞不好我都不去飛 欸我講太多了 花咖啡 我來給你 好多了 瑟瓶 英全啊 是 我來到延長 見面 她說得太多了 酸辣椅 一 紅薯 赤 黃薯 成名字 低瓜 納鐵 好了 好啦 今天花還可以喔 好吧 那其他看今天有什麼情況 晚一點要跟你們分享好了 吃早餐 這是下刀盤 這是上刀盤 其實模特機構造很簡單 然後粉膜的時候 它就會被這邊推 推到這個口 從這裡 出來 好 晚安 7點35分 我早上不是說 蠻好的那個鑽石公主號沒有新增案例 結果下午就有 現在兩百多例 我覺得啦 應該還是要讓他們下來 看怎麼方式去隔離 不能隔離在船上 否則到時候真的會整團都命 今天利用一點時間 清了這台磨豆機 磨豆機的刀盤 清出很多的殘留的豆粉 那有些時間比較久遠 所以磨豆機最少 我覺得可能一個月要清一次比較好的 我覺得可能一個月要清一次比較好的 好 清一機我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不要換那個 SSP 韓國的刀盤 我其實我本來都沒有研究 我本來都沒有研究 本來想說我這個換 意大利的刀盤就蠻不錯的 而且我今天在清的時候 我看一下我的機器 我的機器是2010年 今年2020年 這台磨豆機10年 很耐用 10年 只是因為我磨的頻率不高 因為頻率不是很高 你看我一天大概頂多就是磨兩次 平均 兩次算多 有時候一天一次 有一陣子我沒有用 所以一天算兩次好了 然後一年大概就是700次 我們抓700次 10年才磨7000次 所以那刀盤看起來都還好 但如果用放大進去看 可能會有一些傷痕 所以我前兩天就有在看一下刀盤 我本來想說不然換一個鍍鈦的 一樣是那個MOTHER的刀盤 但是是鍍鈦 那也有些人是拿自己的刀盤 拿去鍍鈦 所以只要花個五百塊多少錢 那後來我朋友跟我介紹說 韓國有一家SSP 我Google了一下 好像很厲害 它也有那個RESP RESP Coding 我雖然硬度會變很高 其實我是不懂 我Google了一下發現 好像很厲害 而且很多很高級的磨豆機 會用他們家的刀盤 然後是64mm 所以我這台可以用 那我想說 既然Niche Dio沒有買 本來要花兩萬多塊 那個刀盤我查了一下 他是從韓國 從韓國那邊寄出來了 美金220塊 美金220塊 折合台幣也快7000 我想說 好啦買來看看 搞不好我這台 買了之後我又可以再佔十年 也不一定 因為那個兩個刀盤磨出來 會決定你兜子的形狀 你還在楊家買全新的大概是9000多 結果我換一個刀盤220塊美金 應該是可以提升那個等級 我不知道啦 其實我是怕我喝不出來 但我想說10年了 刀盤10年換應該OK OK 試試看吧 然後我昨天晚上也訂了一個東西 叫做Paper White 第四代的 阿媽都Kindle 我本來在從美國買 但是美國買是99塊美金 大概就是3000多塊 3100、3200 可是你再加上一個運費 大概要花個300到500 那就3500、3600 而且還沒有限貨 那個阿媽都好像缺貨 要到3月份才有 我算一算 乾脆 乾脆在台灣買好了 我昨天就在蝦皮訂 3800 那為什麼要買電子書呢 其實我最近 一個偶然的機會 會看到一個網路上的 算是小說嗎 反正有個男主角叫葉成 一開始就是講一個女訓 然後 遭罪到人家家 類似Loser那樣子 可是後來劇情超展開的 越來越厲害 到後來有點像武俠小說 那我想要我利用做捷運 這種空檔時間 來看好像也不錯 那幾年前我看那個 那個 紅頂商人胡雪岩 那個我沒看完 我想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它看完 還有最近有一部是 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我想要在電子書上面看原著 大概是這樣 然後昨天講的 空拍那個議題阿 今天蠻多人有回想 很多人都已經表達他們的意見 YouTube上面有很多影片 那也有些人直接都寫信去 各個縣市的相關的單位 我相信阿 會有反應阿 會有反應 以現在的情況老實講 你要登記 然後又不能飛的話 我沒有什麼意願 真的 甚至連飛我都會覺得有點懶 我本來覺得很方便 我們到樓上飛一飛 消遣一下OK嗎 如果今天現在變這麼麻煩了 你說要拍一個空拍 要跑到外縣市找地方去飛 那就很難 我就會想要把我那台Mavic 2 Pro賣掉 如果你們剛好有想要買 有想要買的話可以談 因為我有點懶得飛 那我最近陸續在清一些東西 會清上癮耶 我今天清了什麼你知道嗎 我今天清了一台 我建你們的機械鍵盤 然後清了一個 那個圓鋼的直播用的那個擷取器 然後清了我Sony的那個HW-1000 M2 都把它清掉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Paneer的降噪耳機 明天要清什麼我不知道 明天再來找東西清 然後我覺得就慢慢清 把辦公室的東西能夠清的能夠丟 慢慢清一清 因為最近其實我網購有訂單的廠商都沒貨出 我想說利用這個時間就來做點別的事情 我希望疫情會好轉 不然說真的 我們影響算小的 你看有些店家 現在大家是不是比較不會到店裡面去吃東西 基隆廟口的那邊的攤販 他們就說業績差很多 只是因為那些疑似 疑似有感染的人有跑了一下那附近而已 業績就掉了 然後有一些很輕忠的藝人有沒有 或者台商這一波通通損失慘重 你知道我們頭腦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對不對 但它發生了 而且發生是這麼具有毀滅性 然後武漢那邊聽說已經變成 升級到是作戰模式 整個都封了 封起來 我覺得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封起來 隔離裡面的情況就交給 時間跟上帝 那個已經到達那種醫療崩潰的狀態 就是醫護人員根本來不及救了 然後醫療資源也不夠 然後連醫護人員都陪進去了 那外面的人不敢進去 現在變成這個情況 然後日本的那艘鑽石公主號 我覺得也快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真的是建議 一定要把他們弄下來 那因為我們人才21個 我們台灣這邊 話語權可能也不夠高 可是有很多是日本當地的人 還有一些是歐美人士 最近這幾天應該會有一個解決方案 200多個人 好不好就這樣 今天7點50分 今天禮拜四 您看影片禮拜六 拜拜 小舞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內置閱讀燈 電池續航周數 兩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